运球就看Uncle Drew,战术就学Couch Lou 大家好,我是非官方鲁鱼双胞胎兄弟,Fish Lou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掌球 这可能是一次最让人摸不到头脑的冠军赛 遥想2013年NBA总决赛 热火与马刺还能打得有来有回 虽说从战术层面来看 热火要稍训马刺一筹 但无论是雷阿伦救命三分 还是其他角色球员的稳定发挥 麦阿密热火但经历了13年系列赛 热火面对这个老对手应该能拿出一些新鲜战术吧 事实证明我们想多了 迎面而来的是2014年NBA总决赛 麦阿密热火场军输给马刺15分之多 场军输15分什么概念 光看这项数据 我们说马刺碾压热火一点都不过分 面对老对手 当年克里夫兰骑士在17年输掉总决赛也不奇怪 毕竟勇士利用库里的同工合同福利 引入了凯文杜兰特这个怪物 打不过也实属正常 但马刺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动 核心球员还是那么几个 为什么仅在一年之内 他们能实现如此大的反弹 将热火三曲头打得体污万福 勒布朗难道再一次重现11年总决赛的低迷问题 看起来也不像 13年总决赛勒布朗场军拿到25分 10.9篮板7级助攻 14年勒布朗场军轰下28.2分 7.9篮板4助攻 命中率高达57% 究竟是传说中的团队神器 马刺体系又升级了 还是说他们偷偷换了哪些战术 毕竟有波波围棋这么个老妖怪 做出什么改变真的不足围棋 至于究竟发生了什么 就让鲁鱼带大家回顾 当年那场打伞热火三巨头的 热刺大战系列赛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 就是马刺的阵容厚度 以及战术安排 两方面直接打爆了热火 总决赛的热火 除了勒布朗 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只能场军拿到15分的韦德 以及攻防两端被玩爆的波时 还有继续鬼上身 一直晕头转向打球的查尔莫斯 反观马刺 他们的核心阵容没变 但攻防效率有了全面提升 这是表面数据为我们呈现的结果 细致点讲 就是热火攻防两端 在战术层面都被打爆了 要知道 14年的马刺团队进攻 在NBA历史上都可以排得上号 大量转移球 直接打晕了热火 热火的防守当年强在哪呢 强在詹伟 这两名球员的超强个人防守能力 不断给外线持球人施加大量压力 防下来就是打快攻 说到热火快攻 你们肯定会想到这个经典画面 詹伟连线 热火的招牌防守战术就是 挤压强测空间 通过不断包夹 造成进攻调球失误 当年热火的包夹水平 有个响亮的名号 夹击断头台 那为什么这招在14年失效了呢 首当其冲的一点是 第三场比赛 波波维奇改变了策略 将迪奥推上了首发 我们可以理解为 迪奥让马刺多了一个进攻发动机 他的侧应传球非常出色 原来的马刺有两种进攻模式 帕克持球 突破分球 邓肯接球 以他为轴心 其他队友开始跑位 再由邓肯负责将球传给外线空位 或者空切的球员 热火针对马刺的进攻 将大量防守资源放在这两名球员身上 于是马刺阵地战 往往打不出想要的效果 但迪奥的出现解决了这一问题 球可以不过邓肯手中 光是侧应传球这一项工作 迪奥完全能代替定肯 因为热火非常喜欢夹击帕克这种外线持球球员 如果被夹击 帕克需要把球传出去 这时候第一选择 就是拥有侧应能力的风险球员 一般情况下是邓肯 但只有一个邓肯 对热火内线威胁还没有那么大 而有了迪奥 他可以解放邓肯 去篮下卡好身位 接球 终结 一气呵成 热火的包夹对进攻压制力是很强 但包夹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 你总会漏掉一名进攻球员 一般包夹的情况漏掉了多数人站在三分线的射手 于是那一年 丹尼格林投出了生涯三分最好表现 大概就是这种情况 迪奥在走区接球 压缩热火的防守空间 再传给外线格林 三分打进 波波维奇也是将帕克的进攻戏份 分给了伦纳德和丹尼格林 这一点让热火彻底招架不住 所以你经常会看到 格林与伦纳德的突破场面 但迪奥这个点 是波波维奇做的最出色之处 他有多重要呢 勒布朗赛后直言道 他简直就是马斯另一个组织后卫 在系列赛的表现 迪奥的传球甚至能看到一些魔术师的影子 他的传球 让西班牙天才空位卢比奥忍不住发推感叹 迪奥的传球 只有这么短短几个字 但不仅是卢比奥 我们只有通过录像 才能感受迪奥的作用有多么强大 而这里不得不提到马斯的团队体系 和勇士有很大不同 马斯的进攻可以没有传切气氛 当年的马斯是全联盟制造定点投篮机会最好的球队 他们最擅长的是突破分球 第二个重点才是传切 通过突破不断破坏防守的阵型 再让其他队友跑位 跑到若瑟底角这个位置 是马斯很喜欢的进攻战术 有机会空切篮下更好 但相比较而言 突破会让外线射手更容易获得机会 因为突破会让防守阵型大幅度收缩篮下 空切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并且马斯有很多突破的好手 这个资源如果不用来突破 实在太过可惜 于是马斯的进攻 往往都是由挡拆突破发起的 突破后开始大量转移球 谁有机会谁就投 在这个主旋律背后 再加入大量的溜底线 绕掩护 空切 顺下等等无球细分 凡是有关团队篮球进攻的方式 马斯可谓是全覆盖了 所以我们会说 为什么马斯的团队篮球打得这么好看 花样多 传得漂亮 得分又稳 好看肯定是必然的了 但在13年 担任突破手 多数是帕克和妖刀 几动比例 所以热火针对的压力会小很多 你也就这两个突破点 还算能限制一点 但到了14年 不仅是帕克和妖刀 格林伦纳德 也被波波老爷子安排去突破 只要你会持球突破 别管强不强 都给我往内线硬突 热火就彻底投断了 你说去夹击格林的持球突破 怎么都有点不合适吧 但不去夹击 格林突破 分球给迪奥 再传给外线射手 热火就被打死了 不仅仅是突破分球 马刺在足以打死热火的基础上 加重了两个战术戏份 第一 若策无球挡拆 我们看若策 邓肯为跑位的格林挂上掩护 后者轻松在三分线 获得空位出手机会 将球投入 而第二个 就是大量增加 伦纳德的突破戏份 基斯比赛 伦纳德突破攻击篮筐次数 比勒布朗还多 14年伦纳德持球突破 和勒布朗肯定是不能比的 但这就是马刺强的地方 你能力不够 我用其他队友为你创造空间 这就让伦纳德突破环境 比勒布朗好很多 而勒布朗只能自己持球 靠自己一路碾压进去 进攻打爆了热火 防守就更不用说了 除了雷阿伦无球跑位戏份 斯波的战术板 只剩下这么几个字 把球传给勒布朗 这战术板看起来 是不是很熟悉 马刺对热火进攻 实在太熟悉了 勒布朗持球压阵型 韦德无球跑位 去拉扯第二波阵型 为外线射手创造机会 于是那一年被解放的邓肯 废掉了韦德的攻框 勒布朗背身也次次遭到包夹 查尔莫斯米勒 这些球员中距离又频频失准 所以说马刺把热火 按在地上狂揍 一点也不夸张 你不得不承认 终究篮球是一个团队比赛 但马刺也没有一帆风顺 他在遭遇小牛时 经历了七场大战 就像2008年 胜过胡人的萨尔提克 却被老鹰逼到了强气大战 总不能去说老鹰比胡人强吧 那乔约翰逊和伍德森 只怕都会脸红 我都能和科比相提并论了 就像我开头提到的 为什么热火被马刺揍的 分差有15分之多 篮球比赛分差 只是证明克制关系 而非强弱 那一年的马刺 遭到小牛的多后卫持球进攻模式 也是头痛的不得了 你得承认 有时候所谓的弱队打过强队 其实一点也不值得奇怪 阵容配置决定了 他们的打法不同 而打法不同 一定存在着克制问题 如果被克制了 那这就是超级巨星的作用 但不得不感叹一句 即使是勇士的传球 也没有当年马刺的团队进攻 水银泻地般的味道 好了 以上就是本部影片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鲁鱼的分析 请点点订阅 欢迎来评论区 与鲁鱼一起掌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